德云社又爆大瓜了 7月26日有媒体报道 月云盆的经纪人王宇清涉嫌强奸被捕 还透露从他失联的时间算 王宇清可能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调查并被批布 据悉王宇清在德云社的背景不简单 王宇清不仅是德云社的股东 还是老板娘王慧的弟弟郭德纲的小舅子 爆料还称王宇清的人品不是很好 但因为和郭德纲的关系 一般人是敢怒不敢言 背靠着德云社这棵大树 王宇清的商业版图也很大 在他名下有八家关联的企业 目前存续状态的还有四家 在一家名为中营采生影城管理 本息有限公司中占股50% 并担任这家公司经理的职务 而这家公司却有多项分险提示 曾被限制高消费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成为老赖 而未履行的金额为24.79万元 德云社最近是负面新闻不断 德云社基本都选择不回应 这次牵扯到了股东 不知道德云社会不会发生回应